《約百記》第24、25章 他們甚至到芳莫去為兒女覓食 他們在別人的田裡收莊架 在惡人的葡萄園 檢盛下的葡萄 他們整夜在寒冷之中赤身躺餓 沒有衣服也無遮蓋 他們被山上的大雨淋濕 為求淒身而擠在岩石之間 惡人從寡婦懷中奪走嬰孩 把嬰孩當作借貸的抵押品 窮人沒有衣服赤穿身子到處行走 他們為他人收割 自己卻忍機挨握 他們壓榨橄欖油卻不准品嘗 他們在酒渣中喘走 自己卻忍受飢渴 城中傳出垂死者的身淫 受傷的人呼求幫助 上帝卻漠視他們的哀聲 恶人抗拒亮光 他們拒絕承認光明之道 不願留在光明的路上 殺人者黎明起床 殺害窮困貧乏的人 夜間他又去作道賊 姦夫等待黃昏 心想那時沒有人會看見我 他借住自己的念 不讓人認出他 道賊夜間破門入屋 白天躺下睡覺 他們不認識光明 他們將黑夜視為清神 並與黑暗的恐怖為有 但他們將河裡的泡沫般留世 他們擁有的一切都被助走 他們害怕進入自己的葡萄園 墳墓吞世罪人 如同乾旱和炎熱燒解冰雪 連他們的母親都會忘記他們 最重把他們當作美食 沒有人會記起他們 惡人被消滅 就將樹在風暴中被截斷 他們欺騙無止可依的婦女 又拒絕幫助窮佛的寡婦 上帝用他的大能將婦人拖走 他們可能升高 卻得不到生命的保障 上帝說許讓他們生活安定 卻一直在監察他們 雖然他們現在不可一世 但轉信之間 就像其他人一樣消失 像墨水一樣被割下 有人能聲稱不是這樣嗎 誰能證明我錯了呢 第25章 書雅人彼勒達回答說 上帝大有權能令人生畏 他在諸天替造和平 誰能數點他的天君呢 他的光輝豈不照耀全地嗎 在上帝面前人怎能稱為無罪呢 女人所生的可能純潔嗎 上帝榮耀的光輝超過明月 他的光芒比星獸還光亮 相比之下世人就像追蟲 我們人類不過如同小蟲